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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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前金台也在这边拍的 这里 Bare על视角跟上there差不多 大家见谅 外面面风 night 太热 风虽摆大 我们理解一下 理解万岁 好 我们接下来讲这部车的动态体验呐 我其他都放在后面说就说一点 这辆车实在真的是太爽了 太他妈了 它其实就是RT390 我甚至觉得它的执行姿态 包括你油门那种感觉就像一台降低马力 变成双高版的F5 能感受到吗 非常非常战斗 非常非常有运动性格 跟这样的外形完全不符 就是简直是两台车嘛 我们来先讲一下把手吧 它的把手是类似于纯仿赛的 当年那个英国佬 就骑着这样的车在 对吧 晋级的 所以这辆车会让你有一种 哇靠 我得每个红绿灯都满油 就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是有三方面原因导致的这种 第一个是它把手 你当然说它是分一手把 会让你整个车整个人很前倾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它是这样一个骑行姿态 哇 现在车还很烫 它是这样一个骑行姿态 你知道吗 就非常非常非常战斗 然后这是一个是手把原因 第二个是它的 骑行三角 它是一台非常激进的骑行三角 就是你的脚啊 是完完全全往前倾 然后是夹着这个油箱的 就跟它接车的定位 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就是很战动 然后第三个是它的这个V型双缸啊 我要重点讲一下这个V型双缸 这个V型双缸跟CB650的四缸 跟我之前提过的像790啊 765S啊这种三缸都不一样 非常非常特别 而且它也不像杜卡迪的V型双缸那样子 听讲跟本田的CB650的区别 第一个它双缸的低扭来得非常的快 你只要给一点牛 它的低扭又一下子来了 所以你在前段的那个加速度 我个人觉得它是要比 燕哥版的CB650R要强的满游情况下 然后第二个是 它因为是双缸嘛 V型双缸 所以它排斥升浪也很特别 不是本田那种四缸的速度速度声 它是有那种节奏你知道吗 我等会给它听一下排斥升浪吧 就很特别的那种感觉 这三个点加在一起就是 你会沉浸在这个驾驶体验里面 再补充一点吧 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就是它的车架 我真的觉得它的这个车架非常非常紧实 这样直接骑起来不重 给你的感受只是说 它在静态的挪车的时候觉得有点重 但是你自己在骑的时候完全不会觉得这样子太重 200公斤 这辆车真的骑起来 你感觉它就是一台180公斤的车吧 180 185这样子的公斤的时候 很灵活 骑过仿赛类型的车就知道 仿赛类型的车一般在低速的时候 那个把手推都是很累的 这辆车没有 我们现在贴进来我就继续画面 就大家刚刚看到了就是这辆车的骑行体验我觉得观光动态表现让我非常的满意 我非常喜欢这辆车 现在讲讲这辆车这么优秀的动态表现面前 有什么不那么棒的地方 就说有一点点遗憾 第一个是它的刹车 这个刹车首先来讲就是非常线性 我这么打比方吧 76i RS的刹车如果是9分的话 这个刹车就是一个6.8分的刹车力度 一直在缓缓地咬喝 非常非常线性 你捏多了它给你多少 但是我个人觉得是不够的 我觉得这么动态的车身 这么棒的驾驶体验 一个刹车真的不够一个 这个Tokeco的动机工的刹车真的 来讲它的避震 刚刚在动态讲的时候很多讲过这个避震 其实这个避震其貌不一样 是一个准差 但是不要觉得它丑 不要觉得它比较细 这个避震我觉得第一个支撑力很够 第二个在进驾驶的时候 你完全感受不到它是Tony Hodes 第三个它的回弹表现也很棒 最关键 我感觉这个避震是有韧性的 你知道吗 我打它比方 像Olinx的避震 它是卡叹 对吧 它的避震是卡叹 它不是 就非常非常舒服 反正我很沉迷这个 我觉得这样在动态表现前 这太棒了吧 好 来再讲一个它的小缺点 刚刚讲的都是优点啊 都是优点 这个只是一点点小不足 没有说跟 有很差 好 吊打杜卡迪的L双缸 就是它的发热量 它是L型双缸 照道理讲 L型双缸 我之前骑过的所有L型双缸 哪怕是我的790 哪怕不是L型双缸 都会在这个天气都很热 但今天我今天骑的 还算是比较暴力的 但它的发热量 完全在其他范围之内 你完全不会觉得到这辆车烫淡 你最多觉得大腿内侧有一点点的炙热感 但你说真的烫吗 好像也没有 这发热量控制非常好 非常优秀 再讲一个缺点吧 我刚刚看了 看过去的时候 我就想到一个缺点 就是它的坐垫 那坐垫我之前夸了 坐垫非常好 皮质非常细腻 造型也非常好看 但是 是我屁股不够肉不够多吗 就是 海绵 发泡棉的设定 太硬太薄了 海绵不够厚 就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你在骑过一个小时以后 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辆车完全不适合长途 稍微气久一点 就屁股非常痛 就是我的肉 跟它的车架某一部分 大概只间隔了半厘米 屁股非常痛 这坐垫是要给差平的 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轮胎 S1650这个胎 其实并没有那么的优秀 我看鬼佬他们测试 如果满分十分 大概只能给到6.5这样子 比像恶魔三这里都要差 甚至比像像拍的M5 就是RC原配的那个胎 还要差一点 但是 我今天骑起来是完全够用的 我只能以我自己来说 我今天骑完全够用 完全不会觉得你 这个胎不够用 咬合力不够 完全没有 我今天骑的还挺激进的 基本上动态体验就是这么一点 然后就是它的仪表 我790的仪表 哇 我很喜欢叶晶屏 非常的棒 很细腻 多种可调 但是今天这种大太阳情况下来讲 它反报非常严重 这两个负贤 没有任何东西 没有任何花炮 但是非常干净 非常利索 在这种太阳下 完全能看清仪表 非常的棒 虽然是丑了点 好 讲了这么多的优点 或者我的感受 现在来讲一点 我觉得这辆车合适的人 我觉得这辆车完全不适合新手 完全不适合 之前骑过一些 高科技配置车的人 你会觉得这辆车 没有快排 没有滑动离合 另外这么low 我觉得缺点是太多了 你如果乍一看它的价格 跟它的配置单 干 配置得太低了吧 这辆车人说到配置 之前我说过那个 自动土油功能 加个ABS 没有了 没有任何配置 就是只有这么一点 我觉得ABS 不用说了 10万块钱 肯定要有了 但是这个车 我觉得不适合新手的原因 是因为它没有滑动离合 它在换挡的时候 如果说你自己没有关注到 转速过的时候 没有关注到补油的情况下 它这个闯动还是挺大的 我觉得它应该有 但它没有 然后第二个是快排 那我最近骑的车 我的790也好 765S也好 就都有快排 这辆车没有快排 确实 在你想要进驾驶的时候 你换挡 还是会有一点点不爽 毕竟765S 这样就不行 上面两个就是它配置上缺点 其实所有人都跟我说 这辆车是不是很适合新手 因为它座高很低 才785 第一个它车动是200公斤 你在低速移车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感觉到 第二个是 大家能看到吗 这辆车才785的座高 我经常是要踮脚的 这我车要挡地 我很难两脚挡地 它中间特别宽 因为它中间有个 运行双端的钢铁在那边 所以它只能做得比较宽 所以它腿夹脚就不是那么窄 你知道吗 不像790 它方向是在前面 它后面可以做窄一点 所以它腿是拼得比较开的 如果更矮一点 比如说一米七以下 可能就更累一点 然后调子是这辆车 因为是这种仿赛的原因 它手把不强硬 所以你有时候原地挡车 但很多人 我知道这个习惯不一定好 就是很多人是应该下车以后推的 但是我很多情况下来讲 我就都这么推 懂我意思吗 我会这样推一下 所以你会被 自然车非常抱回 就是也是因为它的这个夹脚因 然后再补充这个缺点吧 动态里面跟大家讲到 就是这个车大灯 能看到这个车加了射灯 加了两个射灯 这辆车在晚上的突光 突照情况不是特别好 毕竟是一个鲁树子 鲁树大灯 车主也说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你 买了这个车也得加个车灯 没毛病 这就是这辆SV650的所有动态的感受 我来做个总结 它是一台非常有乐趣的车 因为它机械感非常的强 这个没有讲 就是机械感很强 所有东西 虽然它配置不是很高 但是你能在中间收获满满的乐趣 这辆车真的不适合新手 我觉得新手如果要买这个车 真的要考虑一下 它并不是一台容易驾控的车 你在同级别里面有更多 更强更好的选择 说一个我自己的购买建议吧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纯粹的驾驶 我觉得这辆车可以选 虽然我吐槽很多 我的790 会比它强的多的多的多 从各方面 但是 乐趣也各有不同 虽然有这么多乐趣 我还选790 这是我的购买推荐 真的是一台情怀车 这车应该是这个级别最情怀的车 感谢林木在这么差的情况下 还坚持把上个时代的SV650X引进到国内 非常感谢 让我们感受到了Made in Japan的魅力 只能这么说了 感谢一下 希望林木加油 把笋也引进来吧 新的笋 我还是想试一下 大家如果想感兴趣的话 可以打个弹幕 可以安排一下拍老的笋 请用字幕 fren订阅 请用字幕订阅 明镜扮画并点点 明镜扮画并点